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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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市长牛昌透过视讯将金融特色伴手礼 送给桃园市长郑文燦 随后还隔空为郑文燦戴上2022城市博览会纪念帽 郑文燦也相当配合两人展现绝佳默契 因为兰逸无法亲自率团前来的郑文燦表示 非常佩服金融市长牛昌透过城市治理成功翻转金融市 因此希望经由这一次参访交流 学习金融市政府如何在有限资源下 持续推动市政建设 郑昌市长非常了不起的地方是 把一个有限资源的基隆 做了一个整体的有深度的大改造 这个改造对于基隆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长远的 而且改造的方向是多元的 从空间的改造到商圈的改造到交通的改造到历史文化的改造 那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城市治理的典范 所以我才要求我们四五团队都要来看 那基隆是海港也是台湾历史的起点 那桃园是空港是工业的聚落的所在地 那各有不同 但是其实我们基隆跟桃园 我们在北台湾里面都是努力的 在首都圈当中展现自己的魅力跟特色 北北七桃虽然双北在核心 但基隆跟桃园也不会被忘记 因为我们努力的把我们的城市特色做出来 那请我们的团队一起去交流分享一下 基隆城市治理的经验 这个城市博览会真的很有价值 我觉得六昌真的做到了其他县市所没有的 六昌也亲自导览并说明 如何在短短七年让基隆市成功蛻变 六昌强调 举办城市博览会就是要证明 基隆市能做到其他县市也能 希望能够把我们在城市治理上面的一些价值跟经验 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也让市民朋友知道说 这几年基隆城市的一个蛻变 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它背后是有一整套的一个价值 还有治理方法在背后支撑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治理的一个理念 能够分享给全国其他的一个城市 而对于党内有人推荐市政成绩获得好评的 林友昌参选新北市长 林友昌不愿正面回应 而是再次邀请国人把握机会 到基隆参观2022城市博览会 了解基隆如何从三高城市蜕变重生 北北基陶是一个首都的生活圈 那这几年大家都有看到基隆的一个蜕变 跟再生 那现在我们基隆正在举办城市博览会 非常的精彩 欢迎大家来参观 记者张其滕金融报道 2022城市博览会有三大特色 除了以整座城市为展场 及训案的夜间观展外 海上看展更是必访的游城之一 而且日夜感受大不同哦 在工作人员引导下 游客一续登上夏日海洋号 开心的从小艇码头出发 前往目的地正兵渔港 在船长详细解作导览下 更深入认识这座一山傍海的美丽港都基隆市 这是2022城市博览会推出的海上看展游城 经由基隆港内港透过水路串联 把游客从国门展区带到正名展区 在航行过程中也让游客 从不同角度欣赏基隆之美 这个海上看展最主要是 我们有一艘夏日海洋号 从我们的小艇码头出发 游泳船来载大家到这个正兵渔港的色彩屋 那从小艇码头到正兵渔港 有一个航行的这样的一个船只 然后可以在海上看展 那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个游客 从A展区带到B展区 同时在这个海上看展的这一个游城里面呢 我们从船上来看基隆的这样的一个市景 那同时呢到了晚上还可以看非常漂亮 璀璨亮丽的这个基隆 那因为我们会有一些光环境 那从海上看展回看基隆更是有特色 所以这一次的海上看展呢 我们也突破了很多的这个限制 那跟港公司还有渔会来做一个合作 那把这个船呢从小艇码头开到这个正兵渔港 那这一次呢也可以从正兵渔港上船 来到小艇码头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水路的交通 来串联A展区跟B展区 所以未来呢是基隆的这个观光的交通的游城 不仅仅是靠陆路 水路也是一个可以使用的这样的交通工具 从著名的基隆地标 中正公园朱卜潭 官云佛像 一路看到外木山协和电厂的三根烟囱 及外港的光化塔 最后抵达正兵渔港色彩屋 沿途还有擦身而过的军舰 与港区作业的桥式起重机 货柜轮等 丰富多元的东西两岸景色 与海上风光让游客大战值回票价 机会比较小 平常就是搭车 所以试试看搭船的感觉 然后从海上来看基隆 感觉如何 不一样的视角 对 漂亮 对 我觉得港口跟海是基隆的特色 然后从海上来看基隆 是另一种不同的美感 所以 尤其是今天的天气还蛮舒适的 我觉得非常的舒服 然后心情很好 这项陈博会期间限定的海上看展游程 平日12班次 假日则增加到16班次 想要一览基隆无敌山海美景 及港区人文风光的民众 可千万别错过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导 海洋烂色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如何取得平衡 基隆市博览会期间 基隆市政府产发处 就推出了海之声 海洋永续主题展览 透过互动装置 及海费垃圾展示 让民众知海 青海 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进入海之声展场 以海洋多元声音为主轴 介绍基隆传传统鱼村转型的各个阶段 搭配不同的地景声音 带领参观民众 进入人与海关系的时间长廊 以音乐为主题 来讲述我们基隆城市的生存 生活跟生命的演变 那这个是城市发展一个不同的轨迹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策展 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认识基隆 例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是过去曾经是北部火力发电厂 但是现在它是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那过去的北部火力发电厂 它燒煤 那是为了生存 我们为了牺牲的环境 那现在的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它是一个生活 提升大家生活品质的地方 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 曾经市互动体验装置 让大小朋友自己挑选食材 制作属于自己的海鲜菇物 他们觉得煮火锅很好啊 因为我们就住在旁边 所以其实都知道一些海洋的生物 大家大概了解 当然不是说很清楚 但是就是有概念这样子 很少看到有就是城市在做行销 第一次有看到这种手法 非常特别 这个海之森的展览呢 不但让我们能够深入其境的感受到 当地渔村的生活以外 还有呢可以看到整个八斗子海岸的变化 包括从这个火力发电厂 台湾第一座的这个北部火力发电厂 到现在的海洋科技博物馆 整个的演进的过程 然后也可以聆听到当地人 以及我们政府各界对这个地方 所付出的一些心得跟感想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我称为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来参观的 一个3D的现场 有历史有文化有环境的眼镜 又加上人物的说明 而全球暖化速度加快 垃圾减速减量 撑着世界潮流 流刺网 浮球 宝特瓶盖等 都是人类知道出来的 世界的海洋都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那不管是污染啊 或者是说破坏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海之声特展呢 是想要透过跟民众的对话 透过用海之声四个乐曲的方式 让它引导民众去认识 过去现在跟未来的海洋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那很重要的部分 在海洋教育的部分 所以这一次呢 在特展的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离海进行曲 那特别是在讲说 目前海洋遇到的一些渔月枯竭啦 或者是环境破坏的问题 所以我们透过教育 然后透过立法去改变一些事情 所以在这边我们有提到了 基隆在这几年做的 不管是赤网的实名制 然后保育区的成立 或者是这个基调证的立法 都是为了让海洋能够永续利用 所以去定了这样的法律 那另外也透过食欲教育 透过教育的方式 透过宣传 传达的方式 让这个教育能够往下扎根 金融城市博览会期间 来海客馆走一趟 逛海之声 海洋永续主题展览 一起为爱护地球 环境永续 尽一份心力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前一阵子有机有民众反映 苦等了两个小时才有火车可搭 因此谢国良特别邀请交通委员 洪孟凯 帮忙与台铁管理局进行沟通 协调 那这些议员的选区 都是主要搭乘火车的通勤座 可是我们刚刚看整个台铁的颁表 我们看到了 不是只有下午的两个小时没有车 一路在全线都在减 尤其是通勤时间也减班 等一下请两个议员补充一下 那最近大家就是非常关注的就是说 第一个 你这个减班减那么多 是不是其实要废这个台铁 那两年前是我们出面 那个时候是废台铁 他们一出来是要废那个站 后来其实我们跟台铁 理论上我们是 应该是立场是一样的 5.33这一班也停 然后6.43也停 7.24也停 7.56也停 其实这停的这四班 对通学跟通勤的这些工作者是影响很大 好 那再来是8点37 12点31 下午3点34 然后接着呢 就是晚上的6点16 6点59 7点59 9点24 总共14班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很简单 就是疫情 我的司机员我天天在管控 我天天在管控他们司机员的那个 那个确诊的人 到昨天还40个人 所以影响到我们的运作很大 并没有任何的说有什么其他因素都没有 因为是疫情 导致我司机员就没办法出来 那我就停一些班 但是通勤的班次 我们真的是第一次我们第一次定出来之后 马上很多很多意见进来 我们就把通勤的人 那个车是在赌回去 差不多10班车 我记得差不多10班车 因为那会议是我开的 我们是政府又编了6亿 要开始成绩转移中医 就是要让台队的效能跟服务提升 结果你没有提升 你现在把话剪班 这是不合理的 第一点 那第二点不合理 你们用疫情 我更不能接受啊 那医疗院所是不是也要 要剪班来看病 没有啊 人家各县市政府跟医院都是怎么样 扩大去找 你们看人我们知道 但是你可以回聘退休人员啊 医疗院所不是这样子吗 对啦 你要想办法 你不能说你人少人 你就给我剪班嘛 一个立场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维持台铁 对于通勤族的一个服务 我们不希望通勤族 久了久了就 因为没有火车 我就去搭别人 请期待 记者黄日升 基隆报导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妙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并济世度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绿灯或蓝灯 开机完成后 请确认节目播放是否已正常 若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的设计我觉得 怎么去了 行…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屏吧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妇女会在理事长何淑萍议员的后周下 特地集资准备了100份的关怀包 分送给七区有需要的弱势民众 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 在身兼基隆市妇女会理事长何淑萍议员号召下 各区妇女会集资准备了100份里面装有饼干 饮料包和泡面等民生物资的关怀包 委由当区议员或是各区妇女会干部 协助发放给七区因为确诊居家隔离 生活受到影响的弱势民众 我们议员这些民意代表 我们都知道说有的人居隔快结束 甚至居隔完了之后 还没有收到防疫物资 所以说他们迟迟没有收到这些防疫物资 人民都叫苦连天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那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多公庙 还有一些社团 他们都捐赠物资来帮助他们 那基隆市妇女会呢 也持续这一份爱 我们要把它传下去 所以说我们准备了100份的物资 来帮助我们弱势家庭 单亲的妇佑 让我们一起 让我们这些民间的团体 一起齐心齐心 攜手 来度过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这种爱心的结合 然后来办理这一场 把这个这么有爱的 这个关怀包 要自证给各区 让各区的 来协助各区 有需要拿到防疫包 所有的 需要的人 那关怀不弱人厚 然后做事情呢 一样的跟我们 何淑品何理事长 郑凯琳 郑议员 还有很多的前辈 姐姐阿姨们 一样来学习 我们从第一 那把这样的事情 从我们党部的妇女会 来这个 出发来做 我相信是基隆市 唯一也是做得最好的 虽然北部地区 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不过基隆市还是有 因为确准隔离 生活受影响 需要帮助的弱势民众 多位妇女会干部 更是当场在家捐善款 持续集资 购买物资 也有艾斯路福安公的善款 委由妇女会干部 代为捐赠 一起购买民生物资 包括国民党 基隆市党部副主委 林江伟 以及国民党 基隆市长参选人 谢国良秘书 都到场支持这项活动 希望竭尽全力 来帮忙弱势民众 度过疫情难关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 基隆市议员林敏兴 特地媒合企业 成成有限公司 连续第二年捐赠50万元 给基隆长庚医院 购买第一线医护人员 最需要的沐浴组 运动饮料 矿泉水和茶饮等物资 基隆长庚也非常感谢 林敏兴和成成公司董事长 王文渊 力挺医护的爱心 北部地区新冠肺炎疫情 从非常严重到逐渐趋缓 医护人员功不可没 基隆市议员林敏兴 特地媒合企业 成成有限公司 捐赠50万元 给基隆长庚医院 由院方自行采购第一线 医护人员最需要的沐浴组 运动饮料 矿泉水和茶饮等物资 力挺第一线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因为我们长庚医院 是我们整个基隆市中心 除了这个卫福部 基隆医院之外 长庚医院是专者病房 也是收治的一个专者医院 所以说他们的业务 真的是重中之重 所以说很感谢 我们这两年多以来 疫情一路走来 真的不容易 那感谢我们院长 副院长 跟我们所有的同仁 这两年一起打过 辛苦的这场仗 那看到曙光了 我们准备要在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准备要进入 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 那这两年多以来 万分的感谢 那也是真的很感谢 王董愿意这个 慷慨解囊 然后捐赠这些物资 包含这个饮品 包含这个盥洗的这些用具 让我们这个 医事人员在最后 下班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盥洗完成之后 然后可以 跟那个一个很好的 一个设备 可以来使用 那真的非常感谢 那连续两年 都捐了这个50万 那未来 其实也不只是疫情 只要有任何 长根医院 有需要我们这边 可以来协助的地方 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协助 那也希望说 可以造福更多 我们的病友 那希望这波的疫情 赶紧度过 我们早日回复正常生活 台湾加油 防疫加油 谢谢 专门负责收治基隆地区 新冠肺炎重症病患的 基隆长根医院 也非常感谢 林敏薰和 陈城公司 王文渊董事长 在疫情期间 一再力挺 基隆长根医院 医护的爱心 很谢谢 王董事长 跟敏薰医院的 对我们的爱护 很祝福 其实我们医护人员 长根体系 黑暗我们就是为了 这个时候来回归社会 谢谢大家 谢谢 对于基隆长根医院 购买沐浴组茶饮 而不是N95口罩等医疗物资 颠覆一般人的想象 不过基隆长根医院表示 对于在第一线全身包紧紧 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来说 下班休息前 都一定会在医院的盥洗室内 一再清洗头发和身体干净后 才赶回家 而休息时间脱下兔宝包装 才能喝矿泉水以及运动饮料 补充流失的水分 或是喝茶饮来提神继续抗疫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疫情尚未趋缓 基隆清安宫持续做善事 捐赠了三种基隆分院的 一批医疗设备 总价值超过了600万元 其中自助缴费机最受瞩目 在疫情期间 零接触避免感染 也大大提升服务品质 捐赠一事上由其安公主委童勇 亲自将总价值超过600多万元的医疗器材 捐赠给三军总医院 基隆分院 希望发挥 妈祖救苦救难的精神 因为在基隆地区一直处 支持高兴的人 救人第一 好像有说 救人、一名台千金 所以不要救我一个人 所以很严慎 所以这边基隆地区的需要 因为疑传没了 缺的东西 要避免 这个我们都带我 带你 这是让大家好好 所以要求基隆 也要感谢他 不是我一定会 这不是这个 这有着地方 有着地区的环节 很有帮助 包括国防部军医局局长 及分院的医师 护理师都出席这场捐赠仪式 这批设备包括了 高化质电子式的胃镜 大肠镜 脊椎内视镜 机械组 推床 及全自动验光机等十多项器材 全都是医院迫切需要的 每年都有庆安工 同主委带领之下 每年都捐赠我们 非常多的医疗器材 让我们的医疗设备 以及对我们在地 乡亲的医疗服务 可以做更周延 更周全的服务 对于这一点 我们非常非常地感谢 同主委领导下的清安工 各位委员 对我们医院的支持 这个部分可以增进我们 对于我们这个病患 还有这个病友的服务 还可以更完整 更周延的 提供最有效率 更最精准的医疗的服务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 这一台自助缴费机 只要拿着单具 轻轻一扫 就能够轻松缴费 相当快速又方便 会减少很多接触跟等待 那其实在 我们在扫描 因为其实各个医疗诊所 其实有的单位 已经很早就已经实施 我觉得方便民众 在缴费节省时间 还有物质化 还有方便性 而且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用 那个手机的支付 我觉得这是 对于民众来讲 是很方便的 清安工肌肉扶贫 长期关心 基督地区的医疗资源 每年都大手笔 捐赠医疗器材 希望持续帮助三种金融分院 添购更新颖的设备 让医院救人祭祀 记者黄绍明 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救 那就快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数位频道免费看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中家宽屏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中家宽屏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啦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 国际认证 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 畅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再送Wi-Fi省器